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众多电影片种当中 一类近年来较少看见的公路电影Root Movie 本周以非洲裔角色带头出现 今天为大家点评皇后与兽子 Queen and Slim 以下电影画面由Universal Pictures提供 现代城市中北对男女 透过手机App约会吃饭 餐桌前两人没有默契 看来应该是他们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约会 男子开车送女子回家途中 被一名白人警察截停 这已经是美国社会一个常见的现象 事件升级导致警察被杀 身为律师的女子知道无法取得公证审讯 两人逃离现场计划投奔古巴 但是两人丢弃的 也是他们所认识的一切 与此同时 误杀警察的警车监视器画面 也在网上广传 两人也莫名地成了英雄 逃亡的路上获得陌生人的协助 而原本想在晚餐后分道扬镳的他们 顿时也成为彼此唯一能够相信 并相互依靠的人 他们能否逃出升天 在Road Movie的片种中 最终主角在一段开车的路途上经历一系列的改变和成长 最终和开始的自己不同 由非洲裔来当公路电影主角的电影极少 故事本身带有评论现代社会的角度 两个清楚自己没有蓄意杀人的年轻人 愿意放弃所有来逃生 也算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观众跟随人物的经历变化 包括能否互相信任 能否相信身边的人 能否相信他们身边以外的人 都是大家和他们分分秒秒必须决定的 导演是著名的音乐短片导演Melina Mazzucca 曾为许多如Beyonce的歌手拍过短片 在这部两个小时的长跑当中 给机会两个主角喘气时间 给他们在失败的约会之后 还有给自己和彼此另一次机会 感觉并欣赏彼此 剧情刻意对这对男女的身世不加说明 男女分别统称为非洲裔社区中的寿子 Slim和女皇Queen 让他们在过程中和观众一样 原本带有的一些刻板想法 在路途中受肯定或者被冲击而改变 皇后羽兽子Queen and Slim 叫人在愤怒心酸中 质问现代社会长期存有的弊病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的强力推荐 对这种强力推荐